小猪贝西医疗 赶紧把你们好吃的都给我叫出来 嗯 妈妈妈妈 这有这么多僵尸 好可怕呀 对啊对啊妈妈 这 这怎么办呀 好多的僵尸呀 别害怕 贝西乔治 妈妈有办法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能欺负我们 你们赶紧走 要不然 你们就通知 小植物来收拾你们了 小植物 你们以为我怕他吗 快把你们好吃的都给我叫出来 嗯 这 这 这些僵尸 好可怕呀 不行 我得悄悄通知小植物们 居民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点击小黄树空之小植物们呢 这些僵尸呀 太可怕啦 我来了 我来了 我也来了 我也来了 还有我呢 大僵尸 怎么能想了我呢 你们这些僵尸 真可恶 又来这欺负小猪贝西医家的 今天让你们瞧瞧弯个炮的厉害 拿出我的炮弹 瞄准发射 不 看 一下就把你们四个全都给打倒了 看你们以后 敢不敢欺负小猪贝西医家了 哎呦 哎呦 不敢了 不敢了 我保证 我会再不敢欺负了 这个职位太厉害了吧 一下就把你们四个都给打倒了 错了 错了 再也不敢了 哈哈 今天一天风速的不错呀 抓了这么多动物 嘿 你这个恶鱼真可恶 居然敢抓我的儿子 哎呀 这 这 这是恐龙呀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把你的孩子带回去吧 哼 幸好我的孩子没受伤 看一下才敢不敢 不敢了 不敢了 绝对不敢了 哎呦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哎 还好 还好 还有这么多呢 你这个恶鱼把我怪兽给抓走了 哼 让你尝尝我的机关的厉害 瞄准 发射 哎呀呀 好疼呀 好疼呀 别打 别打了 我错了 你把你们家小怪兽带回去吧 哼 还好我的孩子没受伤 要是受伤的话 我让你去不了 兜着走 哎呀 错了 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哎呀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还剩两头小猪 还有一个老年人 嘿嘿 不错不错 你赶紧放了我孩子 哟 猪妈妈 我刚刚惹不起恐龙 还有怪兽 我惹不起你妈 哼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放你的孩子的 你不放是吧 不放 我有办法 我现在就通知 奥特曼来救我的孩子 哎呀 奥特曼 我听说奥特曼可厉害了 哎呀 算了 算了 哎 哎 诸妈妈 诸妈妈 你别激动 哎呀 就别麻烦奥特曼了 你把人家佩奇和乔治带回去吧 哼 我就知道你害怕奥特曼 佩奇乔治 咱们赶紧回家去 哎 葫芦娃的爷爷怎么在这呢 哦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点击小红星 通知葫芦娃 还救他的爷爷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点小红星 通知葫芦娃来救他的爷爷啊 不然 葫芦娃肯定会揍我的 哈哈 今天运气可真好 抓了这么多小朋友 来来来 快排好队 跟我走吧 爸爸 爸爸 救命啊 快来救我呀 大鱼要抓我走 谁要抓走我的宝宝呀 先问我我同不同意 哎呀 是是是是 奥特曼大哥呀 误会 误会 这 这都是误会 我在跟小奥特曼闹得玩呢 小奥特曼 再跟爸爸回家吧 大鱼 这次就饶了你 加磁 可饶不了你 走了一个奥特曼 这里还有一个怪兽呢 我先把你给抓走 救命 救命 爸爸 有人要抓我 是你要抓我的宝宝吗 是怪兽大哥呀 误会 误会 我把你的孩子还给你 好了 宝宝 跟爸爸回家吧 哎 他们真是的 一个比一个厉害 还好我还有这两只小猪呢 快跟我走 是谁 感动我的孩子 哎呀 这个猪妈妈 怎么带来一个奥特曼呀 猪妈妈 猪妈妈 你别误会 我就是看他们两个可爱 请他们到我家做客呀 你快带他们回去吧 猪妈妈 猪妈妈 奥特曼叔叔快救救我 我的妈妈还没有来 可可是 我能量不足了 带不了这么多人走 那这样吧 只要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跟一个发送小红星 我就能打败这只大鳄鱼 救出苏西的 你们愿意吗 诶 那只小猪 那只小猪 你快过来 诶 你叫谁呢 我当然是在叫你呢 我有名字 我叫乔治 好好好 乔治 乔治 那好吧 你叫我来干什么呢 嗯 乔治 你帮我一个忙怎么样呀 你要是帮助我了呀 我把面前的棒棒糖都给你哦 你看 我只有这么多棒棒糖 可好吃了呢 真的吗 只要我帮助了你 你就会把这些棒棒糖都给我吗 对呀 对呀 当然会啦 那好吧 你说说是什么事吧 嗯 你呀 去把童话王国的白雪公主 给我绑过来 嗯 绑架白雪公主 这 这不行 不行 白雪公主是好人 我不能绑她 而且我也不可能去做坏事 我不能帮助你 哎呀 乔治 你看 我只有这么多棒糖呢 而且呀 白雪 她不是好人 她是坏人 她老是做坏事 不可能 白雪公主是好人 不是坏人 我是不会帮助你的 你才是坏人 哎呀 乔治 你千万不要被白雪公主给骗了 她可惠了呢 这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这位老婆婆说的是真的妈妈 但是 是坏人吗 我看她才像坏人 你们要是知道的话 就点击小红星告诉我吧 今天是小羊苏西的生日 我呢 给小羊苏西准备了这些糖果 正好可以和杨妈妈一起聊聊天 逛逛街 我呢 现在就去把厨房收拾收拾 就出发咯 妈妈妈妈妈 我回来了 哎 这里上怎么这么多糖果呀 哎 我知道了 肯定是妈妈我准备的 嘿嘿 那我就吃一根吧 喵喵喵喵喵喵 可真甜好好吃呀 嘿嘿 我要拿一根回房间吃咯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哎 家里怎么没有人呢 哇 地上怎么有这么多糖果呢 我要知道了 妈妈肯定是我准备的 我要吃一根咯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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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真好吃 嘿嘿 我要拿一个棒棒糖 回房间才吃咯 走了 走了 哎呀 竟然上边帮可真嘞 我回来了 哎 这地上怎么有一个棒棒糖呢 哎 我知道了 肯定是猪妈妈觉得我很辛苦 所以啊 给我准备了棒棒糖 嘿嘿 我要吃掉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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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甜 真好吃 哎 吃得好满足呀 回房间了 回房间了 哎呀 我准备好了 准备出发咯 哎 我糖果呢 我糖果去了了呀 这 这 这 难道说明的爱里和烧鱼 都会偷吃了吗 不会呀 我家门口不是锁的呢 听问起来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是谁偷吃了我糖果呢 就是知道的话 就点击小公司告诉我吧 曹志 我告诉你 我是学霸 你是学章 哼 才不是呢 小怪兽 你是学章 我才是学霸呢 不对不对 我是 我是 快 我才是我才是呢 哎呀哎呀 曹志 小怪兽 你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在吵架呀 白雪姐姐 我说我是学霸 小怪兽是学章 所以我们两个在争论 谁是学霸呀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这样吧 我来考考你们数学题 好 没问题 5加2等于多少 嗯 5加2等于7 嗯 这个 这个我数学不好呀 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多少呀 嗯 有了 曹志写一样的吧 5加2等于7 好了 下一题 3加6等于多少 3加6等于9 嗯哼 那我还是和曹志写一样的吧 3加6等于9 好了好了 最后一道题啦 10加5等于多少 10加5等于5 嘿嘿 最后一道题啦 我和他写一样吧 哎 我看看 嗯 你们两个都答对了 到底谁是学霸呀 我才是 我才是 我才是呢 好了好了 你别吵了 那我再来考你们老金几转弯吧 如果谁能回答正确 谁就是学霸 没问题 来就来 嗯 那你们学先来 那是我学霸小怪兽啦 好吧 那小怪兽你听好了 你身上的什么东西 你用用手去拿 却永远拿不到 嗯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 哈哈 这个我知道 大学姐姐我知道 右手回答正确了 乔治 大学姐姐 那你认为谁是学霸呀 嗯 我认为乔治是学霸 那我们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说的正不正确呀 如果正确就发送小红星吧 姐姐姐姐 我们好久都没有和奥特曼哥哥他们一起玩了 我们去找他们出来一起玩吧 嗯 那好吧 我们去找他 姐姐你看 我还给他们准备了礼物呢 嗯 不错 那走吧 佩奇 乔治 你们的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 真是太羡慕你们成绩那么好了 我们的作业太难了 有些还不会 要等我爸爸回来 不到我们呢 对了 我和姐姐有礼物送给你们 哇 佩奇 乔治 你们还给我们准备了礼物呀 这什么礼物呀 杰克哥哥 泰罗哥哥 你们看 这好吃的棒棒糖 哇 都是我们最喜欢吃的棒棒糖 但是爸爸不给我们买 谢谢你们了 佩奇 乔治 谢谢你们了 佩奇 乔治 不用客气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呀 佩奇 乔治 我也好想吃这个棒棒糖呀 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我们才不要和你玩呢 你爸爸经常做坏事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坏事 你们不要这样说我 我真是太伤心了 嗯 陶治 你不要这样说 他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 再说了 他也没有伤害我们呀 嗯 那好吧 那我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们要不要和小怪兽一起玩呢 如果同意和小怪兽一起玩的话 就发送 数字666吧 如果不同意 就发送 数字888 告诉我们吧 哎呀 上了一天班 真是太累了 我要赶紧回家了 祖爸爸 祖爸爸 求求你救救我吧 啊 你是谁呀 我 我是奥特曼 我被女巫封印在这个石头里面了 你快救救我吧 哈哈 你说你是奥特曼 奥特曼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被女巫封印了 你一定是怪兽变的 我才不会上当呢 不行不行 我要赶紧回家 给佩奇乔治做晚饭了 祖妈妈 祖妈妈 你救救我 我是奥特曼 哎呀 真笑死我了 奥特曼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是你这样的 我 真的是奥特曼 我被女巫封印在这里了 我才不行呢 走了 上学回家了 赶紧回家吃饭了 佩奇 佩奇 你快救救我 啊 你是谁 我是奥特曼 嗯 奥特曼叔叔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被女巫封印在这里了 你快救救我吧 可是我要怎样才能救你啊 只要你给我一颗小红星 我就会被解除封印了 嗯 太好了 我这里正好有颗小红星 给你吧 啊 你不是奥特曼叔叔 你是怪兽 哈哈 佩奇 为了感性 我要把你们一家兜里抓起来 嗯 嗯 你这个怪兽 最好放了我们 奥特曼叔叔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到时候你就惨了 哈哈 等奥特曼来 你们都被我封印起来了 肯定不会的 小朋友们一定会帮我们 通知奥特曼叔叔来救我们的 小朋友们呀 最近都忙着做作业上课呢 肯定不会帮你们通知奥特曼的 再说了 他们又不知道怎么通知奥特曼 才不会呢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可聪明了 小朋友们 赶快发送小红星 帮我们通知奥特曼叔叔来救我们吧 哎 这不是乔治的灰画本吧 哼 我的爸爸经常夸他 他画多厉害 多好看 我今天要在乔治最喜欢的画本上 给他撒满水 得让他们都喜欢乔治不喜欢我 好了好了 哈 我要赶紧溜了 不然等会儿乔治看到了 就会告诉我爸爸 让我爸爸教训我了 我要先走咯 太好了 我的水画笔终于灌满水了 可以画画咯 哎 是谁在我的水画板上 倒了这么多水呀 哼哼 真是太好了 这样我画画就更方便了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灌水了 我涂涂涂涂 哇 是白雪姐姐和王子哥哥在一起跳舞呢 看我们笑得多开心呀 如果没有这些水 我估计要涂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是谁帮我撒的水 真是太谢谢他的 我涂涂涂 好了 涂完了 哈哈 乔治 你的画本是不是占了水 不能用了呀 哈哈 我告诉你是我撒的水 小僵尸 原来是你撒的水呀 我还要感谢你呢 我这个是水画本 有了水画画就更方便了 乔治 乔治 你不能感谢他 小僵尸本来就是想给你捣乱的 我刚刚都听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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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就是想抱乔治的 嗯 那我应该相信谁说的话呀 手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 怎么说 我应该相信谁 如果支持我相信萝卜哥哥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 如果支持我相信小僵尸的话 就发送数字666吧 佩奇 瞧着 坐好了 妈妈带你们去游乐场玩咯 抬上我们的小火车 嘟嘟嘟 小火车启动啦 老大老大 你看前面有一群小猪 我们把它们全都抓回去吧 好的 走 你们这群小猪 给我站住 快下来 乖乖跟我走吧 妈妈妈 我害怕 妈妈妈妈 我也害怕 孩子们 别怕 妈妈妈来保护你们 你们这群僵尸 给我走开 你们还是乖乖跟我们走吧 哼 你们不准小瞧我 小朋友们 赶快发送数字666 帮我通知奥特曼来救我们吧 咻 你们两个僵尸 快出手 奥特曼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这里又做坏事了 没有 奥特曼大哥 你误会了 误会 什么误会 还好手机前的小朋友们通知我 今天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们 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发射 别打了 奥特曼大哥 我们马上走 奥特曼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救了我们一家 不客气 保护大家是我应该做的 老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呼吸 帮我们谢谢奥特曼呀 妈妈 妈妈 哎 妈妈睡着了 妈妈今天肯定刚一天活 累着了 我这么看妈妈她都没醒 那就让妈妈好好休息休息吧 我就去写作业去咯 哎 不行不行 要是妈妈睡觉的时候 乔治和猪爸爸把妈妈给吵醒了 怎么办呀 算了算了 我不写作业了 我等一下再写 我在这守着妈妈吧 妈妈 妈妈 哎呀 乔治呀 你小声一点 妈妈在睡觉 咱们就不打搅她了 哦 妈妈睡着了呀 乔治 乔治 你有什么事要找妈妈呀 嗯 我好无聊呀 我想让妈妈起来陪我玩 哎呀 乔治乖 妈妈很累 让妈妈休息休息 你自己出去玩吧 嗯 那好吧 那好吧 我自己出去玩咯 猪妈妈 猪妈妈 哎呀 猪爸爸 你小声一点 妈妈 在睡觉的呢 妈妈 干了一天活 可怜的呢 你别把妈妈吵醒了 爸爸 你找妈妈干什么呢 哎呀 我这不是饿着了吗 想要你妈妈呀 给我做点吃的 哎呀 爸爸 你饿了 自己去做点吃的嘛 可是我不会做饭呀 哎呀 你不会做饭 冰箱里面不是有汉堡吗 你去热个汉堡吃吧 嗯 那好吧 那好吧 哎 看样子妈妈 每天都好辛苦呀 听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的妈妈 是不是和我妈妈 一样辛苦呢 保龄球可真好玩 你看 发射 你看 我打了这么多个 哇 我好厉害呀 乔治 乔治 你在这玩什么呢 啊 是小僵尸呀 我在玩保龄球呢 玩保龄球呢 乔治 乔治 我也想玩 哎 咱们来比赛吧 看我们谁打得多 好呀 好呀 我先认识你吧 小僵尸 你先来 嗯 好吧 好吧 我先来看 我瞄准 发射 看 我打到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你看 我打到了五个哟 乔治 乔治 该你 好好 该我 我先把这个球呀 放回原位 然后开始发射 我看我打到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哇 我也打到了五个哟 哎 乔治 乔治 不对呀 明明才打到了四个呀 怎么可能 我明明就打到了五个 你要是不行 你再好好数一遍 好呀 一 二 三 四 五 嗯 是五个呀 不对不对 明明就是四个 你要是不幸运的话 你会问小朋友呀 小朋友们 我是达到了五个 还是四个呢 你们要是知道的话 就给你小空心告诉我吧 猪妈妈 猪妈妈 我带小兔维贝卡 还有理查德 到你们家来玩呀 哎呀 猪妈妈 你终于来了 欢迎欢迎 佩奇 乔治 你们和小兔维贝卡 还有理查德 慢慢玩 我和兔妈妈出去逛街去了 小兔维贝卡 理查德 欢迎你们到我们家来玩 知道你们要来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 好多好吃的 你看 有棒棒糖 哇 乔治 这么的好吃的呀 我们很喜欢 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喜欢就好 快吃吧 嗯 你们喜欢吃什么呢 嗯 我喜欢吃那个泡泡糖 我要吃了 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嗯 中甜 真好吃 我要吃那个棒棒糖 棒棒糖看上去可真好吃 我要吃了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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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糖果软软的 甜甜的 可真好吃 乔治 佩奇 下次你们到我家来的时候 我给你们玩 我妈妈给我买的小汽车 还有滑板车 可好玩啊 那好 那好 那么约定好 下次到你们家玩滑板车 还有小汽车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滑板车呢 还是小汽车呢 可以给小红星告诉我吧 玩敲敲板咯 嘿嘿 敲敲板可真好玩 哎呀 佩奇佩奇 不好意思呀 都这么晚了 我妈妈肯定要叫回家吃饭了 我可就先走咯 你慢慢玩吧 拜拜 哎 小猫看你 小猫看你 哎呀 小猫看你走了 帅帅帅陪我玩呀 嗯 嘿嘿 我要去村里面找蜂蜜去咯 哎 小张师小张师 你要去摘蜂蜜吗 你等一下再去摘吧 我们先来玩滑滑板吧 不行不行 这么晚了 我得去找蜂蜜 还拿回家和爸爸分享呢 没时间玩 走了走了 拜拜 哎呀 回家咯 回家咯 哎 奥特曼奥特曼 我们一起来玩滑滑板吧 不行不行 刚刚我出去玩 我爸爸妈妈已经打电话 让我回家快吃饭了 我就不陪你玩了 啊 下次再陪你玩 拜拜拜拜 走了走了 哎呀 他们怎么都那么着急回家呀 佩奇佩奇 这么晚了 干嘛不回家呀 哎呀 祝妈妈 你怎么来了呀 你看 那些小朋友都知道回家吃饭 你怎么还在这玩呢 不妈不妈 妈妈 我就要玩一会儿 等一下再回家吃饭 你现在再不回家 等天一黑 就送人家 就会出现很多的怪兽和僵尸哦 到时候把你抓走了 妈妈可就不如管你了 哎 僵尸 怪兽 哎呀 好可怕 好可怕呀 妈妈 咱们赶紧回家吧 听门前的小朋友们 天黑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玩哦 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哟